嗨嗨 大家好 我是Karen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 Notion這個筆記軟體 我第一次知道Notion呢 是在我去年找工作的時候 當時我的韓國同事就跟我說 最近在韓國的年輕人之間 就是很流行用Notion來做自己的作品集 所以呢 我就第一次知道 Notion這個軟體 我就去查詢說 Notion要怎麼樣使用 然後就意外的發現 Notion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筆記軟體 可以在Notion上面就是 就是記錄非常多的東西 還有規劃你的時間啊 製作你的to do list 等等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mbti 因為我的mbti啊 最後一個字是j 代表說我非常喜歡計畫跟規劃 不管去哪裡啊 我都希望能夠 事先掌握好行程 然後平常對我的行程管理也是這樣 今天要做什麼 這個禮拜要做什麼 這個月要做什麼啊 我都很喜歡 就是事先有規劃 然後來妥善利用我的時間 所以說呢 Notion這個軟體啊 其實就非常的適合我 我呢 就也蠻推薦大家可以 試著用Notion來管理自己的生活 會讓你的生產力上升非常的多 幫助你就是完成更多你想要做的計畫 那今天呢 就來做一個我自己的Notion tool 來告訴大家說 我是怎麼樣使用Notion這個軟體 然後呢 最後也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如何用Notion來做我自己的portfolio 要怎麼樣找韓國就是別人做好的portfolio的辦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一開始就是進入Notion這個介面的話 大家可能會不知道做些什麼 會覺得 欸 天哪這個一片空白 然後又都是一些英文好像很困難 但其實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片空白的狀態呢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很多你自己的規劃 我覺得Notion最棒啊 就是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找Notion模板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別人已經做好的 還有別人就是已經分享的模板 那假設你想要有一個月計畫 你就點進來 然後呢 右上角都會有這個複製 你只要把它點下去 它就可以自動的把它複製到你自己的Notion上 看 這樣子就可以在你自己的Notion上面使用這個模板囉 是不是很方便呢 所以呢 一開始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會去複製別人的模板 然後把它改成就是自己比較需要的形式 那基本的操作呢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打一個開頭 比如說你可以打說2022計畫 然後呢 這可以在這裡增加你自己想要的封面 我覺得它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美化的功能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把它放在你的Notion上 我覺得每天看了之後心情就會很好 當然我其實不算是就是特別有在美化我的Notion的人 因為我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基本的工具在使用 但是它是可以好好經營的 然後我覺得最可愛的部分是它可以前面就是放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emoji這樣子 你就可以在這裡新增很多你想要的形式啊 然後也可以就是放圖片啊或者是影片啊 而且我覺得它不只是可以放連結 它還可以就是直接把整個影片牽在這裡面 這是我覺得很方便的 所以呢 我就是這樣子稍微帶了一下它的頁面 那接下來就是告訴大家我如何使用我的Notion 首先呢最重要的是上片日程 我是每週五上片嘛 所以說每個禮拜五啊 上些什麼這些都是要需要先安排好的 就是你新增了一個 就比如說你今天預交上這個片之後 你還可以在這裡就是寫你自己的文案啊什麼的 因為其實拍影片還是非常需要事先寫稿的 所以我都會先把稿子寫在這裡 或者是比如說像之前去釜山就是做訪問的時候 我也是先把開場跟訪談內容都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很簡單的筆記 而且它最棒的是啊你還可以把它share給別人 就是你只要在這裡按下這個連結之後呢 把它然後再把它貼給我的朋友 那時候就有事先把這個頁面分享給那些受訪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知道說我會問些什麼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我自己的個人行程 其實在使用Notion之前啊 我是使用Google Calendar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有Notion之後我就覺得 統一使用一個工具比較好 像我每個禮拜二跟每個禮拜四都有英文課 所以我就會先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呢有時候可能譬如說做自家跟誰有約啊 然後做什麼都可以在這裡做管理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它最棒的一點是 它現在雖然是這樣子calendar view 但是你還可以把它就是改成別的view 譬如說呢你想要用table的方式 那這裡就有一些tag 那它其實也有很多別的view的顯示 比如gallery啊或者是list 你就可以用很多的形式去管理自己的日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點 那再來呢就是我會用一個地方去管理我的影片靈感 可能只是靈光一閃我就覺得 喔我想要拍這個片 那我就會把它寫在我的隨手小筆記這裡 因為它用手機也可以用嘛 所以說假設我想要拍什麼樣子的影片的話 我就可以用手機很簡單的紀錄一下這樣子 然後呢再來是記帳 其實記帳呢我目前並沒有特別在使用 但是呢有很多人都是用Notion在做記帳的 因為它其實就像剛剛說它可以很有效的去分類 還有管理你的每一筆開銷跟收入 之後會打算陸陸續續把我現在目前有的database都放到這上面來 然後也方便我去做一些統計 而且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呢 譬如說呢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拍一個韓國公司福利的影片 然後我今天都寫好了我的腳本 然後呢你就是可以直接把它move to上片日程 你把它移過來之後它會有個no date 你再幫它設定好上片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在不同的board之間去做這些管理 去做資料的管理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to do list to do list也是很常見的 譬如說我今天有一本書籍要分享 然後呢我可能就是昨天正在寫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這裡來 然後呢昨天假設我已經發文了 我就把它放到down 我就可以去管理我現在手上比較緊急的事情的進度 還有一個是2022年度計劃 比如說呢 然後像我1月份啊 就是要 目標就是每週要更新youtube 然後離職 然後2月要打子宮頸癌疫苗 然後也要去看牙齒之類的 你每個月要做的事情 就事先做一個規劃 那你對你今年就是 每個月大概要做什麼事情 就有一個比較高的掌握 然後呢再來有個quick note 比如說我上次聽了費用的podcast 然後就學到了一些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手邊高好沒有支币 所以我就把它這樣寫在notion裡面 那我事後就可以還來這邊複習 隨便你想要寫什麼都可以 然後很快可以去記錄生活的東西 約會行程 就是一些我想要跟男朋友去的 約會行程 因為有的時候啊 我會覺得說 兩個人通常有一些時間 但是不知道要去做些什麼 在這個約會的行程裡面找 然後假設你有確定好你的 要做某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把它移到你的個人的行程裡面去這樣 然後它如果你用gallery的方式顯示的話 你在裡面放一些圖片 它都會出現在在這裡 我覺得是還蠻有效可以去管理想做事情 就是因為我最近有點想要 讓我的穿搭再更上一層樓 比如說我就會找到一些 Fashion的YouTube 然後可以去看 如果就是在買網拍的時候啊 看到一些我覺得蠻好看蠻可愛的穿搭 我也會把它截圖下來放在這裡 就是方便我就是在穿搭上去找一些靈感 還有就是增加一些我自己的sense 而且我覺得它因為它用手機也可以開啊 所以是蠻容易確認 然後也蠻方便的 再來呢就是告訴大家Portupolio 其實我原本都是用韓文寫的 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可能看起來會有一點奇怪 像我這裡就是可能會寫一句話來描述我自己啊 然後就是這些是一些我的亮點 這裡用tag的方式啊來告訴一些我會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我的語言的證書成績 還有我會的一些工具 然後聯絡方式 我覺得Notion還有現在很好心 就它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個筆記頁面 它是可以這樣一層一層一層挖進去的 比如說我 比如說Performance marketing 然後點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用一些圖片來說明做那些事 那這只是我隨便找一張圖片來做一個示意圖這樣子 然後目標結果進行內容貢獻度 這個是我其實之前在韓網上面找到一個template 然後我就把它改成我自己喜歡的形式這樣子 然後也是比如說我還有做過活動企劃啊什麼的 那要怎麼樣就是找到 Portfolio呢 我會建議大家去Naver這個網站 然後可以在這裡找Notion Potfolio 你可以找就是Notion Potfolio Template這樣 我會盡量的就是去找跟我的工作內容啊 比較相關的 像這個就是一個Portomance Marketo的 這就是它會給你一個預覽圖 比如說這裡就有一個template 然後你就直接點進來 然後呢就可以像剛剛 說的方式一樣就是這裡按 複製 它就可以自動的把這個人的template 複製到你自己的Notion去 然後你在這裡就是自動去做修改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子做呢是最方便的 像這個人有做很多的分層 比如說他做過哪些project 然後呢就有一些圖片來做示意 下面還有就是可以有很多 還可以放PDF啊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是還不錯的一個做法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自己要去做這些就是蠻困難的嘛 那不如就是去找別人已經做好的 那今天呢就是大致的介紹了一下Notion這個工具 還有我是如何使用Notion這個工具 還有就是你要怎麼樣就是用它來做自己的作品集 以及你可以怎麼樣找到別人的template來進行使用 我真的覺得啊Notion這個工具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用 然後如果好好善用它的話呢 你可以就是去規劃出非常多自己的形式 像我也看過非常多人就是用它來做旅遊計畫 這也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因為旅遊的時候總是有很多必須要細心去規劃的事情嘛 關於就是Notion這個工具呢 你可以在網站就找到更多的資料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夠一起來試試看使用這個工具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還會喜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的韓國生活 也歡迎追蹤我的Facebook粉絲專頁 還有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